好繼續再看到 富里香農會每一年都會協助在地的梅農 推廣在地梅子 那麼今年總幹事特地邀請梅農發揮創意 生產出各式各樣有特色的梅子釀 那麼其中富里香農會 契作生產釀造的黑糙米醋 加上在地有機梅子 這樣純黑米釀造濃醇香味的 加上熟透梅子果香 非常頂級的享受 讓來富里遊玩的民眾非常難忘 桌上琳琅滿目的梅子釀 這都是富里香在地梅農所製作而成的 富里香農會每年都會協助在地的梅農 推廣在地梅子 今天總幹事特地邀請梅農發揮創意 生產各式各樣有特色的梅子釀 做梅子露 然後梅醋 還有這個就是那個Q梅 可以直接吃的 那這個老梅料理就是要可以做梅子雞 或者是做梅子蒸白果 做料理用的 這個甜酒釀的梅子 這個浸泡酒過後的梅子 直接這樣子吃很好吃 其中富里香農會 起座生產釀造的黑草米醋 加上在地有機梅子 這樣純黑米釀造濃醇香味 加上熟透梅子的果香 非常的頂級享受 讓來富里遊玩的民眾非常難忘 那我們的清明節之後呢 最適合做的就是我們 梅酒 梅釀 梅醋 這樣子它的風味會更加的好 富里香農會大力的推廣梅子產業 目的就是希望演藉和觀光 並且梅子是非常健康的食材 梅子含豐富的鈣 甲磷 鐵 鈉等 礦物質以及有機酸等等的營養成分 總幹事表示也歡迎大家來到富里香 來品嘗梅子 記者高雙雙部一箱採訪報導